我们这个产品呢设计了不同颜色的这个功能 投影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不同的人的肤色 它的这个看起来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原理就是利用这个血液的静脉血液的血红蛋白 它对这个红外光才有吸收作用 然后其他组织呢它的反射相对强一些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区分 然后我们就再用一个红外的专用摄像头 把这个光给它收集上来 这个信号收集上来之后呢 再用一个计算机的这个算法 把这个图像对比度给它增强 增强之后呢再用微投影 把这个血液管再给它投影回来 给它帮助